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在政治制度当中 有关议会内阁制的内容 那议会内阁制呢 它在日文当中呢叫做 也就是意愿内阁制 那它呢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二合为一 也就是说呢 行政部门呢产生于立法部门当中 然后呢对议会负连带责任 那行政部门代表呢就是内阁 然后立法部门代表呢就是议会 所以呢把内阁跟议会合在一起 那就叫做议会内阁制 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议会内阁制 它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那当然了内阁呢可以对抗议会 那内阁对抗议会的方式呢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解散议会 然后呢重新改选 那反过来呢议会也可以对抗内阁 那议会对抗内阁的方式是什么呢 那就是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 那如果不信任案呢在议会当中通过的话 那内阁呢就必须引就辞职 就此下台了 那我们知道议会内阁制 它的代表性的国家呢就是英国了 那日本呢也是议会内阁制的国家之一 所以呢它行政部门的首脑呢就叫做首相 或者呢我们叫做总理 那它跟美国的那种总统制呢有什么区别呢 那美国总统制呢它背后的一种逻辑呢 就所谓的三权分立了 议会代表的所谓的立法部门跟司法部门 以及行政部门三个权力之间通过权力去制约权力 那我们反过来看看这个议会内阁制的话 它其实呢使用的并非是权力分立的一种逻辑 而是使用的一种叫权力融合的逻辑 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呢权力呢可以相对的不那么受制约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立法跟行政呢是二合为一的 那在这种制度下呢当然行政的效率就是比较高了 因为它可以指挥立法部门为自己立法 然后呢同时呢自己执行自己定立的法律 那下面就举一个具体的实例了 也就是老牌的议会内阁制国家英国 那它也被称为呢是议会之母 那我们看看它的议会呢是由两院构成 那上院呢就是由那些世袭的贵族 以及一些所谓的一代贵族 也就曾经担任过首相有首相经验的人 然后呢进入议院进入上院 那主要呢起的是一个顾问性的角色 那同时呢兼任英国的最高法院 但是呢它不同于美国之处呢 就是它没有所谓的违宪审查权 也就是它无法解释这个宪法 那宪法解释权在哪呢 那当然就在下院手中了 那我们看看它的下院是怎么样的 那下院呢它英国的下院呢任期是五年 那当然了任期五年呢非常难做好做嘛 一般呢在任期当中呢就会遭到这个内阁的解散 那它下院经过选举 每五年经过选举产生这个多数党 那由多数党的这个党首呢 然后呢被国王呢任命为他们国家的首相 然后呢由它来阻隔 那同时呢内阁呢可以像可以呢解散这个下院 然后呢重新改选 那下院呢也可以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议会不信任案 然后呢让内阁辞职下台 但是呢下院呢对这个内阁呢往往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那为什么这样呢大家想一想 因为内阁呢是下院当中的多数党党首组成的 那大家想想下院当中的多数党的党首 它可以指挥下院的多数党 那那往往呢他们就是在下院当中是过半数的 那很明显啊 任何的不信任案呢在下院当中都是无法通过的 所以我们看看呢英国 是英国型的议会内阁制的几个特征 那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下院的多数党党首出任首相 所以呢每次选举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直接选举英国的首相 那选的是各个地方的议员 但实质上呢就等于是选这个政党的党首 然后由他出任首相 那第二个呢就是首相呢可以掌握任命阁僚的权利 以及罢免他们的权利 那第三点呢就是内阁呢对议会负责 然后呢首相呢持有对议会的解散权 那第四个呢就是首相 在首相的判断之下呢可以随意解散下院 而第五个呢就是英国比较特殊之处了 就是他形成了两党政治 然后呢由这个单一政党出任 来单独组成内阁 那我们知道在欧洲那些国家呢 因为他的社会利益的分化的比较厉害 那所以往往是一种多党制的联历内阁 那在这种制度之下呢 往往这个内阁啊就显得比较弱势 因为呢你有很多这个联历的小政党 那他们之间的合纵联合呢 一旦发生任何微妙的变化呢 就很可能导致这个内阁的垮台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个典型 那日本 那我们虽然知道日本 他在战后呢是被美国占领的 但是呢日本他的政治制度了 那往往呢 在表面上呢看着是跟英国比较像的 那比方说日本的天皇跟英国的女王 就可以做一个相对比的 他们都是一种象征制的君主 或者我们叫他为立宪君主 那同样的呢 日本的国会呢有众议院跟参议院 但是呢日本呢 日本国内呢不存在所谓的贵族阶级 所以呢他两个参议院跟众议院呢 都是由国民选举产生的 只是唯一不同呢 参议院呢是没有办法解散的 而且他任期比较长 任期到六年 那众议院呢他可以随便解散了 那所以他的任期呢是为四年 那他们所以呢他们的议员的 任期保障的是完全不同的 那有人就统计过他们的参议院的 议员宿舍的入住率了 就比众议院高很多 那大家呢 参议员的往往都租到这个议员宿舍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任期有保障 那一住就可以住六年 那众议院呢任期没有保障了 那所以呢你搬进去呢 可能过一段时间呢 又得重新搬家了 那所以呢 他们宿舍的入住率都不一样 那其他方面呢 其实跟英国呢 是大同小异了 那我们知道 在政治制度当中呢 除了这个议会内阁制之外呢 还有总统制跟半总统制 那有关总统制跟半总统制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之后再慢慢的讲解 好